下面讲敲带脉 敲带脉主要的功效就是减肥 尤其是减肚子两旁的坠肉 所以咱们敲也是敲肚子两旁的坠肉部分 带脉是一个范围 并不是穴位上指这个带脉这个点 而是整个一个范围 就是腰的两侧 通常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如果是胖人的话 可以在这块露出一个游泳圈来 这坠肉太多了 我们就要敲这个游泳圈 但是平常我们坐着的时候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敲 有时间没事敲下它 有益无损 敲胎脉有什么功效呢 它可以疏肝力胆 同时它可以通便 对于有些人就是每天老饿吃了太多 这样的人他还可以减低一些食欲 所以敲带脉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敲带脉方法非常简单 只要手握空拳 这么敲打就可以了 轻轻敲就可以了 躺着的时候 平躺的时候敲 可能感觉效果更好 更舒服 敲带脉呢 同时我们要把这个肋骨边缘的 张门穴敲一敲 往后门的肋骨两侧 这块的有个叫精门穴 敲一敲 张门穴疏肝健脾 这个精门穴力胆补肾 都是非常好的 同时敲带脉的过程当中 就把它们都挑了 而且带脉是循着胆经而上 还可以预防女士的这个乳腺炎 乳腺增生 还有复刻一些机患 所以敲带脉同时还可以调理 复刻方面的疾病 敲带脉 敲多大量呢 每天要敲300至500次 这样就算一次 一次两次 敲300至500次 敲300至500次